既来之则安平 黄梅啊 大家伙开开心心的过个年 有什么不好吗 你能不能别在这时候添堵啊 1950年的春节即将到来 功德邻里的顽固分子黄梅 却不安分起来 这天他在宣传栏里贴了一首反噬 想要破坏功德邻里 其乐融融的新春气氛 作为改造积极分子的黄梅梅 看不下去黄梅的行为 于是他上前与黄梅理论起来 最后黄梅梅一把撕下黄梅的反噬 他也打算写点东西 送送给黄梅这样的玩顾牌 早进来晚进来 早晚进来 先出去后出去 先后出去 全都来了 你写得不错 所长写得不好 下写 正巧不久前西南战役结束 大西南全部解放 又有一批国军将领背负 王耀武就拿此事写了一副对联 贴到了功德邻监设的门洞上 黄梅看到这几句话 气得脸色铁青只想骂娘 而功德邻所长王英光看到这几句话 不由地感叹王耀武改造进步之快 随后王英光将此事汇报给了 直属上级公安部某厅长 厅长又汇报给了公安部部长罗瑞卿 最后这幅对联 竟然传到了毛主席这里 王耀武这幅对联啊 写得不错啊 专得上是生动有趣 真实诚恳 西南大捷和新春来临 算是好事成双 毛主席的心情十分愉悦 他特意交代罗瑞卿 允许功德邻里的国军将领 与自己的亲属联系 美方佳姐 被死亲的 父亲 这个我可真没办法 这些人的家眷 不是在台湾 就是在香港 有的都已经跑到美国去了 我该怎么办 烽火连三月 家书顶万金 明白了 很快除夕夜到来了 龚德林上下一片其乐融融 副所长胡大树亲自下厨 为龚德林教官学员们主讲 在所长王英光简单讲话后 联欢晚会便正式开始 第一个表演节目的辩识 曾经有过承诺的王耀武 他给众人表演了一段山东快速 虽然王耀武口才不是多好 但他滑稽的表演 还是赢得阵阵掌声 王耀武表演结束后 另一名龚德林改造积极分子 蔡守元也不甘示录 上台为众人表演了湖南花骨鞋 同样赢得了满堂贺彩 随后一些解放军战士开始起步 让龚德林政委也上去表演一个 见此情况政委贺春年也没有拧念 他登台为众人唱了一首游击队之歌 现场的气氛也随着音乐到达了高潮 很快压轴的人登台了 他是龚德林所长王英光的妹妹小花 小花是专业的戏学家 他为众人表演了一出精英大舞 伴随着小花悠扬的歌声 国军将领们第一年的改造就此结束